現在有兩百年歷史 到我這代是第六代 是佛山唯一家六代扎司和家族 我叫周家欣 是黎家斯的第六代傳人 我從事這碗手藝已有十多年 有華人的地方都會有省絲 眉睜眼大 口大大笑 名牙真理 武師一出來就代表了一種 很喜慶 還有一種愛國的情懷 相傳在明代的時候 佛山一帶有一隻獨角的怪獸 當時的民間藝人就想 我們獅頭是獅子 萬獸之王 用了觸滅和沙子 模仿獅子的形象 他集了獅頭出來 他從此以後每放過鍋或起庆的日子都會沒有獅 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徐克導演可以開拍一部叫做 《王飛鴻之獅王爭霸》系列的電影 他當年邀請了我們黎家斯的後人 做了幾百個獅頭 獅頭的製作共分四大工序 分別是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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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的是紮絲頭 紮好的絲頭要經過一千針 多個沙子口才可以紮好的 所以比較複雜 我們用到的材料有竹滅、沙子和鐵線 我們先將竹滅、刀開好自己要的寬度 先將刺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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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 紮絲我們在紮好的骨架上 會先刺一層蚊杖布 然後裏外的刺刀三層的沙子 一共是七層 可以整個成年人站上去都不會難的 表演時常常會跳在地上 穿著一層蚊杖布 大約3kg 但有時他們也會站在姿勢 令舞蹈更嬌 所以頭部的沙子會比較軟 有少許層的層 要破壞的位置 第三個工序就是寫絲 我覺得如果鎖了裡面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寫絲 每個絲頭大致的形象都差不多 但是寫絲就可以將它寫上不同的顏色 就變成不同的絲頭出來 我們傳統的佛山絲頭 它是根據三個裡面的人物為它的主題 然後用到氣曲裡面的底色 它製作我們人物的底色 There are strict rules to the colors they can use since each color has its own meaning For example, the color black represents strength while the color red means justice 傳統的花紋、有塘草紋、額頭韻、草尾、虎斑紋 去作為我們劉關章的形象 裝屍在寫口的絲頭上會塗一層油 這層油不僅起光亮的作用 而且落小雨還可以防水 我們裝上眼睛、容口、馬尾素、套毛 然後裝上額頭鏡 額頭鏡又叫照搖鏡 辟邪的功能就因為有這塊照搖鏡 最後綁上下巴 整個絲頭就做好了 熟手師傅的話 做一個絲頭大概最快是八到十天 我們純手工自己去製作的 然後一年的話 我們可能都是做二十多三十個左右 Jo learned how to make lion hats from her mom 其實每一代的手藝人 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有不同的審味 我覺得我自己的作品會眼睛比較大 而且看上去就比較威武霸氣 我們現在的絲頭因為和平時代 沒有那麼兇猛 會比較圓潤可愛一點 還有我的作品是《絲絲如意》 現在就展出在我們北京故宮裏面 根據我們廣東省的金七木雕大嬸文物 去製造絲頭的元素 那些花紋我們要搜集很多資料 然後慢慢去設計去製造 我覺得作為一個手藝人 最重要是有耐性、有堅持 我覺得剛開始我做絲頭的手藝 是因為責任 第六代已經很不容易 如果我自己不把它傳承下去 會覺得很可惜 但到現在的話 我覺得慢慢是因為 我自己真的喜歡這門手藝 來自客戶的喜歡 然後各界的認同 還有我們絲頭可以去到故宮 始終都是覺得很驕傲